你有听说过空想性措施这个现象吗? 有时候,我们会将朦胧地拥有不明确轮廓的物体看成是具体的事物, 这在心理学或是精神病学中被称为空想性措施。 人们所看到的月度或是人面炎都是很好的例子。 大家好! 如果你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现在也不用急着去看医生。 因为这种程度的空想性措施很正常,根本不需要担心。 不过这里依旧是大家所熟悉的Top10频道。 而本次影片的主题也不是方才提到的精神病学。 就算是在宇宙,人们也能体验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空想性措施。 举例来说,当你一直看着星云时,说不定就可以看到幽灵的手或者是沙漏。 没错,这次我们就是要介绍这些星云。 你是不是也感兴趣了呢? 那么就让我们开始吧! 幽灵之手以及它的现身 最近,当研究者们在观察宇宙星云MSH1552过去几年的照片时,发现了一个令人惊讶到面面相去的现象。 那是一个相当壮观的景象。 一只蓝色的手,有着清晰的手掌以及手指轮廓。 照片中,这只手看似正想抓住某个类似红色或金色墙壁的物体。 或者,这只手正试图用手指去触碰它。 当然,对研究过数千张宇宙图像的学者来说, 这并不是他们第一次发现有着奇妙形状的天体。 在过去,他们也曾经观察过外观类似柱子、沙漏、投杀等各具特色的星体。 不过,这般独特的图像并不常见。 也因此,MSH1552成为了众所注目的对象。 这只既奇妙又有些恐怖的宇宙之手,究竟是如何诞生的呢? 为了解开这个疑问,我们必须简单说明一下星云以及它形成的过程。 星云究竟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相当单纯。 星云是由来自宇宙各地的气体、电浆、尘埃聚集后形成的。 形成星云的原因很多,但最美丽以及最明亮的星云是由超新星爆炸所形成的。 这些星云有时候被称为SNR,是英文超新星残台, Supernova Remnant的缩写,会成为超新星的通常是明亮的具有巨大质量的恒星。 这些星体和太阳相比之下简直就是浮游,其寿命只有几百万年。 这些天体实在是太过明亮,内部的活动相当活跃, 也因此用于核心的核融合反应的燃料也一下子就用完了。 在之后,核心会因自身的重量开始收缩,并发生重力崩坏。 除了核心之外的所有部分都将朝着核心方向坠落,同时开始燃烧并爆发。 紧接在这场火灾之后的,是令人惊奇不已的增光现象。 这个现象明显地比星星爆炸还要明亮。 我们会在别的影片中来说明星星这种有趣的天体。 方才提到的天体将会变成超新星。 在超新星爆炸的过程中,星体会一边跳起面纱之舞,一边脱掉身上所有的衣服。 星云正是由这些被脱掉的物质所组成的。 而经历了重心坍缩的核心,将会变成中子形或者是黑洞。 科学家调查了神秘的幽灵之手之后,各种迹象显示它经历了方才提到的历程,也就是典型的超新星残骸。 MSH-1552离地球非常远,距离约为17000光年。 而产生它的超新星爆炸,约于1700年前闪耀于地球的夜空中,当时正值罗马帝国以及玛雅文明的全盛期。 超新星爆炸形成了一种名为脉冲星的中子星,并向宇宙中射出大量的物质,形成了手的形状。 顺道一提,手的长度约为150光年。 还请想象一下拥有如此巨大的手的幽灵的全身像,并计算一下它大概会有多大。 如果你计算出来的话,还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们。 除了手之外,能在宇宙空间中相遇的各种神奇事物。 有时,星云或者是遥远宇宙中的物体会拥有相当独特的外观。 我们方才也有提到过的沙漏星云,就是一个好例子。 位于苍蝇座的MYCM-18是相当有名的星云。 这个星云的中间是一颗白矮星。 它可说是宇宙中的灰烬,小到无法引起超新星爆炸。 当这颗星体的生命达到终点时,将不会发生超新星爆炸, 而是会不断膨胀,直到引力再也无法将其外层固定于原处。 顺道一提,这也是太阳数十亿年后的命运。 我们也不知道为何MYCM-18会形成如此奇特的形状。 或许,这根星云中间的白矮星以高速旋转, 其磁场加速了星云内的物质,让其以高速扩散这一点有关。 由于磁场分布不均匀,星云在赤道附近比较密集, 在两极附近则比较稀薄。 而有时在宇宙中,我们也能看到故事中的人物登场。 像是绰号为索隆之眼的NGC-4151银河。 这个星系的活泼的蓝色的银星跟眼睛的红膜非常相似。 而我们会在哪里遇到巴拉多之塔、欧洛都因、摩多之地以及半寿人呢? 我们还不知道。 只要科学家继续调查,说不定就能找到答案。 在《仙王座》之中,有反射星云SH-2136。 附近的恒星从下面照亮了星云,因此你可以在星云中看到一些仿若幽灵的剪影。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穿着斗篷,背对着观察者的人。 它向天边伸出手臂,稍稍弯下腰,简直就像是在祈祷一样。 而这个星云也得到了幽灵星云这个称号。 2018年,复比士杂志将其评为史上最可怕的宇宙物体。 这个物体在我们眼中看起来有些滑稽,但也有许多人被它的恐怖所震慑。 在阴仙座中的星系团,会根据你观察到的光谱,呈现出不同的姿态。 它可能看起来会像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奇妙生物的头盖骨,或者是一个人惊声尖叫的脸。 不过从别的照片来看,这个物体看起来被美化了不少,也没有那么可怕。 相反的,它看起来有点像是有着特殊颜色的郁金香,或者是玫瑰的花蕾。 在宇宙中也有一些离地球很近的,相当可怕的物体。 像是近地小行星2015TB-145。 这个小行星于2015年10月31日,实无前例地接近了地球,并经过了距离地球约48万公里的地方。 在那一晚,任何有着合适望远镜的人都能观察到这个阴森的头盖骨吧。 它的外观与头盖骨相当类似,鼻腔以及眼窝都相当明显。 我们可以在金鱼座里面找到另一个头盖骨。 那就是距离地球约1600光年的星状星云,别称骷髅星云。 和沙漏星云一样,这个星云也是由相对较小的恒星消失之时释放出来的外层所形成的。 星云中间有着白矮星,不过在几张图片中,星云看似正在吞噬附近的恒星。 这也让这个星云得到了第二个非官方的绰号,小精灵星云。 最后是波浆座中的被深锈漆照亮的魔女头星云。 星云中正进行活跃的恒星形成,因此在数百万年后,它们可能就会从地球的水平线上消失。 因为天体将会吃掉所有的物质,不过我们应该是无法看到那幅景象了。 那么,以幽灵之手为起点的宇宙恐怖故事也即将到尾声了。 感谢你们观赏这次的影片,希望各位不要太过害怕,而是好好享受了这次的影片内容。 也请订阅频道并帮我们按赞。 也别忘了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知道,我们一直以来都很感谢各位的支持。 那么又到了暂时别离的时间了。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